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是1998年哥伦比亚地盛以后 就去做国际症灾跟疫症 看到就是说 有一群人这么不合常理的人 就是也没有什么报酬 也没有怎么样 就这么尽心 这么尽力在付出 不可思议的事情 居然也有 世界上也有这么一群人在做 所以让我觉得非常有感的震撼 八股感觉非常的放鬆 经常我们去做疫症的时候 当没事快要结束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人进来 哇 肿的很厉害 很大 那怎么办 我们器械都收了啊 但是他屋底下肿这么大 下次来他还要痛多久 把他带到旁边来 给他像这种椅子 给他一样椅子做 我多花五分钟的时间 我跟他上个麻药 把这问题解决 他回去就不痛了 我就觉得说至少我没有让他更辛苦 更难过一个晚上 我在那一学年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 妈妈就一直跟我讲说 你去做医生 你去做医生 有钱都没人拿成功了 人生的意义方向应该是利益众生啦